上一期节目中 蔡国庆老师带着扬州的孩子们 学习了徐志摩的新诗代表作 《再别康乔》 轻轻的 我走了 我们这幅画是不是越来越美了 领略了诗歌中的音乐美 绘画美 建筑美 还一起漫步金柳岸 泛州寿西湖 发现扬州千姿百态的美 我们这一次共同地 上了一堂语文课 学习了一首诗 懂得了一个字 这一次 大川老师会用哪个字 为我们开启新的一课呢 学而有思 文化自信 同一堂课塑造品格 大家好 我是张大川 同一堂课今天邀请到的 一位非常特别的老师 看看舌尖上的散文 是什么样的一个交配 让我们用实字 开启今天的同一堂课 我是陈小青 二十五年前 我来到了这座 在大山深处 藏匿了三百多年的龙脊 春朴善良的红瑶 绵延如带的梯田 和小债的鸟鸟炊烟 让我经久难忘 去年九月小债发生了火灾 更是我对这片世外陶雲 格外响应和担忧 所以这次我选择 重回龙脊小债村 给孩子们上一节旅行客 也顺便看一看 相亲 是 度费 潘宁高平年九岁 上小学英年级 潘宁高 最没后 哎 陈珠珠 欢迎欢迎你回小赛来啊 你好 突然上来下雨了 我们趁你这个小学还在维修当中 我知道 知道 现在那个学生只能在这里上课了 在川阪会这里 在这里 我带来的课文是汪曾吉的《端午的鸭蛋》 汪老是我最喜欢的美食作家 在他幽默的语言下 掩藏了一颗热爱生活的心 创造了许多积极乐观 而且风趣诗意的文学作品 我希望通过这节课 让孩子们了解美食 通过美食让孩子们了解家乡 并且用影像记录家乡之美